1998年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初 在纪念佛教创立2000年大会上说 在当今世界上 三大语系佛教俱全 圆融无碍 团结一体的 只有中国才有 这就是中国佛教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期间 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班班多杰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解读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源流 理论基础和实践发展 中国佛教是由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 三大语系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 这三大语系的佛教呢 他们之间呢 既互相联系 又保持了各自的特点 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完整的一个 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体系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 在国外我们是见不到的 只有我们中国才有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的祖先为世界佛教做出的一大贡献 班班多杰解释 以儒家为主体 世道为两义 各民族文化为补充的中华文化共同体 为三大语系佛教的同源同行 和和共生提供了思想中介 文化纽带 是能在中国漫长历史演进过程中 和谐共存 交相辉映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这三大佛教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 能和和共生 像一样成灰 像得一张呢 我觉得主要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 这是一个思想铺垫 这是一个思想中介 这是一个思想的基础 那么我们传统的这个思想和佛教的好多思想 我觉得是不谋而合的 是像契合的 中国的三大语系佛教 在理解 接受诠释印度佛教经典文本原意的过程中 三者均为照着印度佛教讲印度佛教 而是接着印度佛教讲中国佛教 最终使世界佛教的传播发展中心 由印度转移至中国 外来的佛教来了以后 他就自然而然的和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 道家思想 未经玄学 老庄思想 并且和我们藏族的本教思想 并且和云南歹族布朗族的原始宗教的思想 他就顺理成章的两者就互动了 两者就对戒了 两者就融合了 是吧 两个思想差别太大 我们不可能接受 是吧 如何理解我国佛教中国化 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班班多杰介绍 经典文本和全世文本之间 既有一脉相承的遗传性 又有与时俱进的变异性 体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 这个佛教 我们讲的这个中国佛教 要和传统的佛教思想相应一致 但另一方面呢 这个佛教思想 有必须符合当时当地的时机情况 要符合中国人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审美情趣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符合我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水平 是吧 要和这个相符合 只有这样的话 佛教才能发展 佛教才能健康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